说起红说,现在应该有些人已经没有印象了吧,红布就是90年代很有味道的一个女星,钟楚红,从明11年拍片60部,其中有5部影片绝逐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,三度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。 奖最佳女主角提名,收获了于无数,当时她与林青霞,张曼玉,梅燕芳和陈霞玉风红,又与关君林,张曼玉,王祖贤西名,被誉为香港的玛丽莲梦露,逐渐已经56岁的钟楚红,以对生活的独到见解和超感品味。 在人生大陆上优雅前行,举手投足间散发着率性纯真的自然之美,眉光红乎的微博日常,各种时髦美貌的毫不费力气。 钟楚红的美是春儿又大气的,虽然五官比例不是最好的,但却很高级。 这样的女星,在娱乐圈,已经找不多了。 有人说陈颜希和钟楚红长得很像,但陈颜希始终没有钟楚红的高级。 娱乐圈里面,应该没有一个女星很像钟楚红了,然而,刘涛的丈夫王哥,却曾经在微博上上传了一组女儿的照片。 只夸女儿像极了红说,一眼看上去,小女孩笑起来确实有几分红固的味道,看起来很大气高级,才八岁就长成这般,也难怪她的爸爸一直很喜欢她了。 当然,这也是遗传了刘涛的好记忆,才能长得如此美丽。 刘涛明明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,看她却很有雅端庄,身材管理得很好。 她的女儿还曾经在《欢乐送》中饰演安迪小时候,论颜值和演技也都是经得住考验的。 不知道等王子燕长大,会不会进去娱乐圈? 如果真的进入娱乐圈,估计也是一大美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